立法會選舉多名地區直選候選人擺街站拉票 官聯會候選人吳秋北促請政府 盡快與內地通關並設立優先群組配額 民建員的周豪鼎就建議政府推出具追蹤功能的健康碼 大約還有三星期立法會就會進行換屆選舉 有市民期望在新選舉制度下 可以阻截到反中亂港的人士進入議會 選出有能之士服務香港 經過2019年我們不想再見到香港亂 不要反中亂港 不要與外國勢力勾結 這是我的要求 多名地區直選候選人就到選區拉票 講解政綱 公聯會候選人吳秋北參選港渡東 他促請政府盡快與內地做好通關對接 為四類人士設優先賠額 通關要照顧四類的群體 包括兩地的家庭 即跨境家庭 跨境的工作人員 跨境學童 還有這個有醫療需要的人士 因為他們有迫切性 來到去在通關那裡 給他們有一個名額 民建聯週號鼎出戰新界西北 他期望特區政府優化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加入具追蹤功能的健康碼 說服內地恢復通關 他又倡議政府推出隨身碼 方便掌者使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出戰九龍中 他說本港人口老化嚴重 要提早準備人口老齡化 會督促政府 如期在2025年落成啟德醫院 並保留伊利沙白醫院服務九龍區居民 同時增加本地醫護人員人手和培訓名額 給年輕人有更多發展機會 其他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名單 請查看鳳凰獸 鳳凰威士記者 張培期日報道